在五谷地区因为有一群志工朋友 长期对社会总是怀抱着无师奉献的心神 因此为了强化他们在职场上的相关知识还有技能 驱工所其实在每年都会固定举办研习的课程 希望来提升服务的品质 五谷驱工所为结合民间资源 培养热心工艺服务奉献的善良社会风气 总共招募了50位为民服务工作的志工 协助办理恰功指引关怀访试工艺活动的工作 以达成亲切效率及便明的服务品质 同时为了强化志工执勤技巧服务理念及安全知能等知识 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三次的研习训练 我们志工都需要训练 我们一年大概有三次的研习训练 我是希望志工能够吸收薪资能够服务更好 那我们志工总共有现在目前有大概50位 就是一楼我们社会福利的志工有30个 我们二楼民政栽房客有12个 另外有10个送餐志工 送餐志工就是我们独居老人 我们目前我们五谷驱有20几个独居老人 我们全年无休的寒历假日都要送餐 并且透过送餐来关怀跟他聊天 公所表示无论是各阶层年龄的志工 长期来怀抱着牺牲奉献不求回报的高尚情操 让地方更温馨美好 这种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 为志愿服务工作树立了典范 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多给予他们支持与肯定 永佳乐记者五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